今天早上又接續這麼多老師的跟前輩 敬重的前輩們 就是覺得現在有點戰戰兢兢 然後一片空白 心虛的介紹先開始 今天我主要來跟大家分享的是 勞動集體跟權力 就是我們今天在談論憲政改革 或者是說像今天這一場 剛好都很恰巧的都有提到 在人權的權力清單裡面 那如果我們今天要去談說 我們需要制定心線 或者是修正憲法的話 那我們應該要把什麼樣的議題 帶進來這個地方 那我會先從一個這樣的思考的 這樣的思考的模式 其實在目前來講 我們會遇到什麼樣的問題 這些東西是跟勞動有關的 或是跟勞動的集體權是有關係的 那這樣子的問題 我們可以提出什麼樣的方法 那在這一波的可能 所謂的憲法時刻裡面 我們要去討論到不能忽略的 一陣議題是什麼 那接下來是可能最後會帶到一些 我個人對憲法改革的一些想像 這樣 那其實我要先就是接續 剛剛布律師提到的 還有今天早上 剛剛很多老師都有提到的 就是在我們的憲法 這一套目前的憲法的 憲法人權清單 它可能是夠用的 那它只需要一些 比較進步性的解釋的話 它其實就可以對於人權有 足夠的保障 但其實 即使是這樣的假設 我想都不能夠成立 就是說 我們舉一個最簡單的例子 就是我們來看官場工人案 官場工人案其實很明顯可以切合到 今天的整個貫穿主題就是說 從法官他有沒有具備足夠的憲法意識 他在面對一個案子的時候 他會不會把法律 法條的適用跟解釋 去回頭看我們憲法裡面 到底是怎麼規定的 那這些基本權利應該要 如同被解釋跟保障 那也接續剛剛布律師提到的 就是我們很少會有一些 異類的法官會願意 為了一個可能跟憲法 意識非常有相關的案子 去寫一百頁的判決書 就是除非 就是這個法官可能叫錢建榮 對 那如果不是這樣子的話 我們可能在很多的案件上 司法的個案上 我們都只能一步一步 在個案裡面去受挫 然後要等到憲法的解釋 那這個憲法解釋又受制於 目前我們的權利清單 還有司大法官解釋 就是他非常自我局限的 不想去引用太多的國際人權公約 或者是即使我們有施行法 也把這些東西放在很小的 選擇性的操作上面 所以這其實是一個蠻明顯的問題 就是說我們現在的憲法裡面 他其實有大法官解釋的這個窗口 或者是法官 他可能 就是我們可能可以去期待他 有某些一些法醫師 然後可以做出一些 具有人權保障價值的一些判決 但其實這些 在目前來講 我們都很明顯地去遇到一個問題跟阻礙 那接下來我要再談到 就是現在目前的台灣 我們在勞動的領域方面 其實會遇到非常多的問題 那可能再局限性一點來講 我今天想要再進一步分享的是 在青年勞動的一些問題的部分 這其實是林總統老師 崩世在這本書裡面所提到的 我們其實看到現在的台灣 我們要同時面對的是全球化的影響 這底下有一些 就是細項的內容的影響 就是說我們現在加入 台灣加入WTO之後 我們面對的是一個全球化 那資本可以繼續更順暢的流動的問題 那接下來台灣又簽訂了ECFA 在這些自由貿易的理路底下 其實台灣去面對的問題 不只是說我們今天走向自由貿易的時候 我們用什麼國家定位去跟別人談貿易的問題 這其實也會連帶 我想到我們國家自己內部裡面 會因為這些自由化的影響 然後把我們自己的勞動市場 或是勞動條件去遇到越來越多的困境 那在這底下就接續的會有全球產業鏈的問題 那資本可以輕鬆的外移 那產業也就是在外移 那這其實在全球化的整個脈絡底下 可能不只是台灣 許多國家都面臨到這樣的問題 但是對於我們這種小國小民來講 這樣子的困境是特別的巨大的 那其他的話就是接下來要講的就是 這其實不用太過多解釋 就是我們目前台灣的資本市場 或是勞動環境裡面 財團化的問題非常的嚴重 我們對於企業的資本利得 沒有辦法做一個好的 在稅收上面做一個好的管制 或者是說重新的財富的分配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我們對於大企業或大財團 做了非常多的減稅 也是從最早開始的一些促產條例等等 都有這樣子的趨勢 那再來我們就更不用談說 對於這些企業大財團 然後國家政策會依循著一個 讓資本家繼續賺錢 才有辦法把這些財富分配到 一般人民的這種想法 我們可以允許它 政府就允許它稱帝 那允許薪資的停滯 這些問題都是 就是台灣整個在面對這個 全球化之後 然後在財團繼續壟斷的這個 資本市場 然後在勞動環境的方面 我們會遇到更多更多這樣子的問題 那接下來是比較社會層次方面的問題 就是整個社會 整個台灣社會你會看到 越來越來越貧窮 就是不管是22K的問題 或者是過勞的問題 但是其實會牽扯到我自己會覺得有一個觀察 就是說台灣好像對於自己的低薪啊 然後過度的工時過長 或者勞動條件的惡化 好像沒有一種自覺或是團結的一個意識 都會覺得好像還停留在前期可能80年代 或是更早70年代的時候說 我們就是要努力啊 然後更加勤奮工作啊 不要多抱怨啊 老闆永遠是對的 但其實我們一直到目前為止 還是可以看到社會上很多 有頭有臉的人士 比如說賣牛排的會這樣講 或者是一些知名的廚師 他們也會這樣講 對 那我們可能就是一些草莓族就開始自我反省 自我 自我 扁低的說 是不是我們真的太容易抱怨了 就是 是不是我們這些大學生 太 高估自己了 好像說我們 呃 就是 公管大學畢業就一定要領三四萬啊 以上 這種東西 開始去自我懷疑 整個青年世代 面對貧困 面對財團 都是 只有剩下這樣子的一個 就是 就是 自我奴化的一個想法 那接下來就是 在 更裡面的 核心的 家庭的部分 就是整個台灣 其實還要再面對的是 少子化的問題 那少子化的問題 其實不僅是 勞動市場的一個緊縮 其實 也會再去影響到其他的 比如說教育的問題 那 很多 可能偏向教育 或者是 可能 大家 不知道 知不知道 有一些國小都一直在 那個 國小沒有人在講倒閉 你知道什麼 就是 就關起來啦 就廢笑 國小倒閉 對 所以其實當在台灣 會同時面臨到的是 全球化的一個大的架構的 趨勢的影響 那在國家政策的層次 就會一直以循著財團的意見 我們可以去看到很多工商大佬 在選舉的時候就會出來喊話 說 怎樣才是對台灣經濟發展是有益的 人民要怎樣才會有好的 這叫什麼 生活 就是越來越賺錢 然後再來是 整個社會我們面臨到的是低薪 然後 再更 內部核心的部分就是家庭 會有一個少子化的問題 那 這個部分其實我會覺得這個圖是 也是林總統老師提出來 但是 我會覺得說 現在大家看到的是 左邊 然後中間 它是一個單向性的這樣子的影響的層面 那 我會認為說 其實這樣子的一個 歸納就是說 我們只是面對資本 面對中國因素 那 國家所採定的政策 可能就是一直都是非常歪斜的 那 會直接的再影響到我們社會 現在 目前 為什麼會變成一個公司 在一個貧困化的困境 但其實我會認為 不只是這樣單向性的影響 其實 我們看到貧富差距已經越來越大了 這樣子的 呃 可能說是 後果 其實又回頭去影響到了 國家 或者說 這個政府 他們就會覺得說 貧富差距擴大 所以我們就要讓 呃 可以賺錢的人 更加有錢 就是 他會 還是相信一種 呃 捐低效應 就是說 我們今天在企業裡面工作 那企業如果賺很多錢 那我勞工就會分到 越來越多錢 就是 這一套邏輯其實 還是一直很深的影響到 不管是台灣社會 或者是 呃 這個 國民黨政府 對 那 這個東西會變成一個回圈 就是 貧富差距越來越擴大的時候 我們沒有回頭去 面對 或是處理 稅制改革 等等 財富 重新分配 就是分配正義的問題 但我們卻 一直去依賴說 好 那我們就是要讓 呃 貿易更加自由化 讓中國跟我們之間的這個貿易關係更加緊密 這樣子才賺得到錢 賺得到錢 人民才會有錢 資本家如果不賺錢的話 你的基本薪資怎麼提高呢 對不對 所以這樣子的一個循環的 循環的影響就會讓 上一張吧 對 這樣子的循環影響就會讓這個青年勞動的問題 是面對一個前所未有的困境 就我們同樣一面 同時要去解決的 可能是一個大的環境下的問題 那也包含的是 國家他所選擇的政策 然後甚至是 社會上我們的這種 可能是社會文化的這種影響 所以青年的勞動 我們會遇到的 大概有這樣子的幾個危機 第一個就是非典的勞動 我們可以看到就是最近有 呃 就是這個派遣法的制定 那其實 在法律上就會有兩種說法 一種就是說 非典勞動啊 派遣法 之前是非法的 會有很多勞動問題 那我們就是把它法制化 可以做有效的管理 另外一種方法 另一種解釋就是說 非典勞動跟派遣勞動 本來就是不應該存在在正常的勞動 呃 這個 架構底下的 所以我們不應該是 讓它變成一個合法化 讓更多企業可以去運用派遣勞動 這樣子的兩個衝突的說法 但其實 我們先把這個法律上解釋的真意先擱置來看的話 我們可以看到的是 非典勞動 派遣 我們有很多派遣公司 這會影響到很多陸陸續續後面的問題 就比如說 我今天可能是一個清潔公司聘的 那 我來 台大裡面負責清潔打掃 那我如果在這裡遇到 加班 或者是 科扣加班費 等等這些問題 那我今天要求助的時候 我到底應該是像清潔公司 還是 台大的這個 呃 就是 聘僱的 這個 單位 所以這其實會 接續的影響到 一直 後面我可能要談的 就是集體權利的問題 就是 當我們認為說 勞工的團結 或者是工會的組成 可以有助於 呃 勞房的 勞動條件的保障的時候 那這樣非典勞動 越來越多出現 會造成這個問題 越來越更加的嚴重 那接下來就是 我剛剛講的貧富差距 還有人口衰減 人口衰減 其實就會更加影響到 我們整個 勞動力就是不足 那勞動力不足的話 又會回頭去 讓很多其他問題產生 那政府破產的話 我們可以看到 不只是國債 我們最近也可以看到 很多地方政府 都是舉債度日 那包括 呃 之前講最嚴重的就是 苗林嘛 那這樣子的狀態 也是 我們目前可能會遇到的一個 呃 目前已經遇到的一個危機 那接下來是族群衝突 這個我待會兒最後的時候 會做一個結尾 就是族群衝突的部分 跟勞工有什麼關係 就是 他們之間這幾個 可能跟基本人權有關的議題 他們會如何就是 交雜在一起 那接下來是我們 在這一波運動裡面 可以看到的就是民主司令 就是這個憲政體制 其實已經沒有辦法去解決 剛剛我所提到的 不管是財團 不管是 呃 這個全球化 所影響到的 勞動條件 一直下降 然後薪資 貧窮的一些問題 所以 這個憲政體制 其實 沒有辦法 再去解決 我們在勞動 下一張 這沒有辦法再去解決 我們在勞動環境 可能會遇到各種問題 比如說 我們先回頭來看 現行的條文 就是 雖然有一些學者都在提說 我們是不是具有一個勞動憲法 那在憲法位階的層次上 我們是不是要去看見勞工 然後看見 特別去保護勞工 那其實 我們目前的徵修條文 目前的憲法本文裡面 基本勃策是有 最有關的 跟勞工有關的是這兩條 但是 我們只去看這個條文 會發現 第一個 在憲法層次上 我們所稱它 就是基本國策 那基本國策 其實就是說 我建議政府這樣做比較好 政府今天如果不這樣做呢 其實也沒關係 所以 這種東西 沒有辦法在法院 真的遇到問題 或者是在解決爭議的時候 去讓勞工 受到真正有效的保護 只是說 我們可能在立法 或是其他方面 可以再針對 勞工的生活 或是這種 勞工保護的方面 去制定相關的法律 但是我們這個時候 再回頭來看 我們今天制定了勞基法 那制定了工會法 跟一些 反正就是勞動三法 跟爭議解決的一些法律 可是這些法律 真的有去被運行嗎 這些法律 真的有被確實的執行嗎 那更不用說 這些立法者 當初在制定這些法的時候 有沒有去想到 目前來講 我們可能去面對到 新興的一些問題 所以 下一張 再下一張 所以其實 我這裡要引用 劉少老師他在提過 勞動憲法的這篇文章裡面 就是說 這篇文章在討論說 憲法層次上 我們是不是有 對勞工 或是勞動階級的一些 特別的保護 但其實 這裡有很重要的一句話 就是說 如果我們現行憲法條文的示意 已經沒有辦法去解決 勞動生活發生的實際問題 是不是要來考慮 下一步解決的方法 那其實 我剛剛所闡述的就是說 前面我們不管是看 現行條文也好 或者是 我們在面對 在觀察過人的案例裡面也好 不管是 憲法的條文 設定 或者是 在實務上 我們面對到 個別案件的問題的時候 可能都已經沒有辦法 再用 以前的思維 那種 可能具有某種 想像比較美好的 是 社會主義式的 憲法的條文 它其實已經沒有辦法 去解決 目前我們遇到的 這種全球話題下的 勞動條件 跟青年焦慮的問題 所以我們是不是要來考慮一下 下一步解決的方法 也就是我們今天 之所以會坐在這裡 就是 青年憲政論壇 底下頁 其實勞動的問題要如何去解決 就是說 官場工人案裡面 我們可以看到的是 在當初 工會的 其實一直到目前為止 也是這樣子 在台灣工會的組成 或是工會 勞方的協調的能力 跟 就是這個 誰叫什麼 就是權力其實一直是不對等的 我們不能夠 去 就是目前台灣的工會來講 不管是組成有幾個 就是量 或者是 他們實際能跟資方爭取的 這些 條件 就是 其實都有非常大的問題 就是 勞工目前的團結 還是 遇到很大的一個阻礙 所以說 在勞動條件的改善 不是只能 依賴法律而已 那其實 這裡講的鬥爭 就是 大家也不要想得太 太衝突 或者有 什麼 暴力的感覺 但其實這個鬥爭 像剛剛所提到的 剛剛老師也有提到 就是 其實我們在 憲法的變稱底下 我們要去制定一個 新的共同秩序 這是我們整個國家 認同的基本價值裡面 那 勞動的問題 會不會被放進去 它是不是大家可以 呃 會被看到 可以來討論的議題 那 是我們整個國家的 基本價值 那這個時候 我們當然就必須要跟 就是資本家 資本家就覺得 哦 賺錢超級要緊 整個國家可能要走向的是 大發展的 然後 更多的 資本上的流動 那對他們是有利的 那其實對於勞工階級來講 勞動條件的保護 或者是團結權的 鞏固 這其實是要在 憲法的層次上 就必須要受到 一定程度的保護的 不然 之前我們看到官場公園案件 後來我們還會陸陸續續 看到更多 因為全球化底下 可能產業外移 或者是 比如說 呃 台灣的廠商 或者是其他境外的廠商 在 呃 台灣勞工所受到更多更多 不合理的待遇 所以這其實是需要 透過這種意識的 的鬥爭 我們才可以進行到 一個更高層次的保障裡面 在我們的人權的保護清單裡面 可以去放置 更明確 然後更具體的一些 勞權的保障 所以其實這裡有 談到三個東西 就是要組織權 在各個企業 或是各個單位當中 必須要 讓勞工可以團結起來 那不管是討論事情也好 或者是真的遭遇到了 和資方的一些 物品的人對待 那這些人必須要有 可以 合法組織 甚至是必須要讓他們 呃 更有組織的能量的一些保障 那再來就是 協商權 協商權跟爭議權 其實都是在面對資方 如果今天 對於勞工有打壓 或者是 可能 不斷的低薪跟加班 這種 勞動條件已經惡劣的時候 去 呃 應該享有的權利 所以其實 所以其實剛剛我所提到的 協商跟爭議權 我們都 再更深一步的看它就是 我們好像目前在保護的就是 真的遇到問題 真的你被裁員 被扣薪等等的時候 你才可以去被保障到這個權利 但其實我今天 再更提高一點來講就是 我們必須要去更提前的去保障 整個勞工階級 就是說 我們不能遇到問題的時候 再來想說 噢 那你們今天可以出來抗議 然後你們今天可以跟資方談 談判 其實我們必須要更往前一步的 再下一頁 好 再下一頁 更往前一步的去 再透過一個先行的保護 就是說 我們在 一個企業底下 我們正在這個企業 或是正在這個職場上的時候 就必須要有一定程度的 權利的保障 那這個權利保障 是來自於 我們形成一個集體 在一個組織性底下 才可以有更多 更多抗爭的權利跟對等的地位 這也是為什麼 就是所謂 出關過長之後 會有這麼多新的組織的成立 就是說 個別的行動跟能量 其實它是比較少的 我們必須還是要去透過一個 組織性的 然後有架構的一個 組成 才可以有辦法去面對 這樣子的新的問題 所以其實這裡也呼應到 前面老師有提到的東西 就是先生資訊 其實是我們每一代人 可能代監會有 面對不一樣的問題 那這個時候也許是我們面對 在我所講的勞動 然後或者是青年勞動的裡面 我們必須要去面對一個新的 可能憲政層次上 我們會遇到的問題 然後這裡的話 最後就是 其他的憲法層次的想像 就是 可能 我在這裡就沒有辦法講到這麼多 那更多公平的經濟發展 產業民主這部分 其實是以前 就已經曾經提出來過 這也接續到 張文哲老師講的就是 我們不能夠在每一次 有機會 的憲法時刻的時候 再重新去 從零開始去提出一套 相關的憲法上的論述 那之前前人所做的努力 其實 好 其實 我們必須要回過頭去看 在產業民主這個概念提出 就是當初 要解決的其實是 這個 國營事業 全部都在民營化的時候 那這些勞工 原本國營事業的勞工 所受到的福利跟保障 他們會遇到一定程度的問題 那 產業民主的定義就是說 我們應該要讓 在一個企業體 或是一個單位底下 所有的勞工 可以去介入 影響 或者是直接決定 這個企業 他要做的任何一個 可能是投資啊 或是什麼 發放員工福利啊 等等的這種決定 就是我們應該要可以去更進一步的想像說 今天可能賣牛排的 就每一個他的連鎖店的員工 他們今天可以有固定的一些勞工董事 那在就是 代 董事長嗎 就是之類的 反正就是代生意他決定要去轉投資啊 幹嘛的時候 他要撥給勞工多少的福利 那佔他的企業所得多少 那是不是要回應給 回饋給這些勞工 我們應該可以去想像說 每一個可能是工讀生啊 或者是這些領班階級的人 可以去跟賣牛排的資方階級 一起去決定說 我們應該要如何經營一個企業 這樣子才可以讓整個勞工 可以去參與這個更民主的 一個企業經營的方式 那這樣子的話是 對於未來我們可能可以去解決 可能更多更多在青年勞動上的問題 先分享在這裡